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6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中国最高法院说 996非法 第二 习近平幕僚解读共同富裕 我们先讲讲这个996,那么8月26号最高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这个案例中说 说这个 996工作时间 996的意思就是工作时间有9点 早晨9点到晚上9点 一个星期工作6天 那么说这个996 严重违反法律 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 公司规章制度因认定为无效 那么中国的劳动法在1996年实施的中国劳动法 那在这个里面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那么最高法院到了 2021年跑出来说明 说明这个 996违法 其实非常荒唐,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好多年 这是中国人,低人权状况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特征 那么996工作制其实最早是在中国的网络公司和这个软件企业 那么突出 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是谁呢 是华为 当年华为的这种加班文化 加班到了什么地步,令人发指 每一个员工都有,办公桌下面都有个行军床和被褥 所以当时,当然伴随着这个 华为伴随着这个加班文化有另外一个文化,就是洗脑文化 就是一方面要你加班 另外一方面就给你洗脑 那么 那么洗脑呢就是任正非,任正非是华为的神 把任正非上升到神的地步 然后呢就用神来洗大家的脑,套路是一样的,洗脑其实都需要一个神 那么 令人发指的加班呢最后导致什么 最后导致就是过劳死 中国企业最早爆出过劳死的也是华为 那么有名的,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 2018年 2018年10月份有一个36岁的华为的工程师 在肯尼亚过劳死 他是从2017年的1月到2018年的10月连续22个月 他在肯尼亚,住在肯尼亚 就是派驻在肯尼亚 连续22个月没有休假回家 然后呢 他在离开始放年下还有一个月,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去世了,留下了妻子跟两个孩子 出事前10天 他获得了海外10年的奖牌 然后出事的前一周 他发微信给他 给他太太说可能挺不过去了 出事的前两天 他还在通宵加班 那么事发的时候他的开车突然头剧痛 停在路边上休息一下 开始呕吐 然后同时把他送到医院去 就 就已经救不过来了 996最早引发关注的是58同城 58同城在16年 9月份他有一个同事 把他58同城里面这个996工作制 把他发到网 发到微博上 引起关注 然后就这个新京报就报了 报了以后,然后这个话题就开始在 在自媒体上传播发酵 很多人跑到 58同城CEO叫姚静波,姚静波微博上骂他 然后58同城 996曝光之后呢 然后这个京东 京东也曝光,曝光什么呢,他的副总裁叫何刚 在要求实施这个996工作制 在这个整个的在 在这个 2016年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最高法院没出过声,没说过一句话 这明显的违法 违法 那么没有说过一句话 然后这个中国的这些 中国的这些执法部门 包括 劳动部,原来叫劳动部,现在叫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部有一个劳动监察大队 劳动监察大队其实就是解决这个这种 就是劳资纠纷 特别是这种违法 用功过程当中违法 这也是个执法部门 这个执法部门也不执法 那么 到了最高潮996,关于996的争议 到了最高潮是2019年,2019年就是关于996的抗争 就到了最高潮,于是呢马云就跳出来,提出一个福报论 这个福报论是令人发指 那么4月12号他在微博上说 写了一段话 他说昨天晚上跟阿里巴巴的同事交流了一次 谈到了时下最热门的工作996的问题 他中间有很多,很长的话我就不念了,他说 年轻人自己要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不为996辩护,但向 奋斗者致敬 这是他的态度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 都希望被尊重 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 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 这个 灵魂问 灵魂审问 并不是所有做996的人都有机会真正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并且还能够有成就感 的事情 所以 今天 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 修来的福报,这句话就很有名 所有的人讲起996都会想起 马云的这个福报论 所以他说 你去设想一下没有工作的人 你去想一下 公司明天可能关门的人 你去想一下 下一个季度的公司的revenue在哪里还不知道的人 你去想一下做了很多努力的程序 根本没有人用的人 跟他们比 到今天,直到今天 我依然这么觉得 我很幸运 所以 关于996,所有人都记得马云的福报论 那当然马云是一个老板 他的立场跟员工肯定是对立的 他说996是福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家公司在对员工进行残酷的剥削 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压榨比较准确一点 那么996工作制 如果按照996来算 其实很多人是超过996 不是9点钟下不了 9点钟下,很多是11点钟下班 996工作制,我们就按996来算 雇员每周你至少要工作72个小时 大幅超过了劳动法的规定 而且 大家记住 很多人愿意加班 但是 996工作是有个特点 其实有一句话没有说,是没有加班工资的 是没有加班工资的 那么劳动法 是94年通过,然后到了2018年再修订 他有些规定我念给大家听,第36条 实行劳动者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个小时 你想一下,如果是996就是72个小时 差多少 差很多 72减 44大家减一下 这是第36条,这已经违法了 第41条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天不超过一个小时 然后因特殊原因延长工作时间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条件下 延长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3小时 而且每个月不能超过36个小时,每个月不能超过36个小时 你说 超了多少 然后呢,按照下列情况,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 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工资的报酬 然后就是 延长工作时间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 工资低于150 的工资报酬 就是你加班费 是1.5倍 休息日 不低于200% 什么意思呢 休息日,你星期六加班,星期六加班两倍工资 法定休假日 支付不低于三倍 法定就比如说国庆节安什么的 那么这是第1个 还有第43条,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规定延长 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整改 并且可以出于罚款 然后91条 这个 就是 要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作报酬 经济补偿 还有支付赔偿金 就是 要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作报酬 这里有很多了 那么从2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是从2014年 当然可以更早 但是2013年14年开始 996慢慢的变成什么 变成互联网 和软件 科技企业的一个流行 很流行 很少不是的,基本上都是 那么有确凿证据的有哪些呢,就是有确凿证据,在网上你可以看到有确凿证据 他们已经是996的,很多是实行996你不知道 有谁呢,华为 网易 北美科技 蚂蚁金服 苏宁 小米 字节跳动 拼多多 大疆 海尔集团,西北 有40家 现在网上有确凿证据 他们都是实行了996 甚至更严重的加班制度 加到11点,晚上11点 那么 从2013年14年到现在 这个中国的劳动监察部门,包括司法部门 司法机构 都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去年11月份开始 11月份开始,中国针对这个互联网企业 科技企业开始进行各种打击,我们叫灭霸响指 灭霸响指 我就不详细的说 那么最新的措施是什么 宣布996违法 996违法 那么 受到打击最大的是谁 互联网企业 科技企业 为什么,因为他们加班 他们的加班情况令人发指 如果他们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在乎 中国的白领 他们的死活,他们的福利 那么他们就应该在2013年14年就应该 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时候 就应该执法 就应该最高法院跟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不,应该出来 不是讲案例,应该出司法解释 应该出来 采取各种措施 他们要做肯定能做 没有做 现在是干什么 这是一个政治 这个政治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互联网企业 没有一个 不是在996的 那 你要吗 你就听话 你就 把996去掉 你不想去掉的话,你有个把柄在我手里,我随时可以去抓你 罚你 就是这样 所以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中国就是没有法律 中国的法律会拿来干什么 玩政治 这就变成了 这个所谓宣布996 非法 其实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用法律来搞他的政治 但是呢,这件事情还是好事,为什么 对于那些被 被企业 无情压榨的这些 员工来说 今天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们公司还在996 打电话去投诉 打电话去这个劳动监察大队 投诉 保证管用 现在风头上 谁敢在这吗,就抓 所以 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拖了这么久 现在才来做 那么8月26号,最高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劳动人士争议典型案例 那么最高法院的网站这么说,他说近日为了贯彻党中央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 进一步明确 工时和加班工资,法律试用标准,人力资源部 责任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 联合发布了超时加班典型案例 对于切实提高劳动人士争议案件处以质量 质效 及时纠正用人单位违法行为 有效保障劳动者和休息权 和劳动报酬权 有积极意义 原来这是为了群众办实事啊 然后他就说,他说 近期一些行业企业超时加班问题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近期吗 近期了好多年好吗 劳动者依法享有相应的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权益 遵守国家工时制度 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这就唱高调了 这高调早不唱,现在来唱 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 本次两部门联合向社会公开 发布典型案例 一方面提示用人单位 违法行为风险 促进依法规范用功 另外一方面明确劳动者 维权预期 引导劳动者 依法理性维权 那么下一步,两个部门将继续联合开展 制定指导意见,发布案例 加强信息比对等工作 不断推进审裁程序衔接和法律适用统一 他举了10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就是劳动者 拒绝违法 超时加班安排,用人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第2个案例2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定立放弃加班费协议能否主张加班费 第3用人单位未按规章 制度履行加班审批程序 能否认定劳动者加班事实 第4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约定包薪制是否依法支付加班费 一共10个我不念了,大家去看吧 最高法院的网站上有 基本上我是讲其中一个 就是加班费的问题 案情是什么呢,案情是张某 2020年6月入职某快递公司,双方 签订立劳动合同,约定适用期三个月 适用期工资8000元 工作时间 快递公司 有8000块钱 做快递 这就是 这又是引导预期 工作时间执行某快递公司 规章制度相关规定 某快递公司规定 工作时间为早 早90至晚90,每周工作6天 两个月后,张某以工作时间严重超过法律规定为上限 上限为由 拒绝超时加班 快递公司 在 以张某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张某向劳动人士 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请求赔偿8000元,处理结果 赔偿8000元,快递公司赔偿 支付张某 违约金8000元 案例分析 这里面分析这就是重点 他说 本案中 快递公司 规章制度中,工作时间为早90至晚90 每周工作6日的内容 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 应认为无效 然后张某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 维系自己合法权益,不能认定为 适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 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定 快递公司支付 违约金 那么这就是 大体上就是这样 那么 安静我就不再说了 那么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情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 我相信这些 所谓支付高薪的互联网和科技企业 现在会面临一个巨大的 这个人事问题 就说 他们整个的运作是建立在一个超时加班为基础的运作机制之上 当他突然一下子这个下来 最高法院出来告诉大家 我要开始执法了 这些企业开始就面对一个问题 你该怎么办 我讲过很多次 就是这种996这种级别的加班文化,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管理的失败 你去看一下 其实你去看一下 无论是 无论是阿里巴巴 到蚂蚁集团 到腾讯 这些大的,到华为这些大的企业 所有有加班文化的企业 都是管理很烂的企业 你别看他什么市值那么高 他们管理非常的差 中国企业治理水平排在 在整个亚洲排在菲律宾前后 在菲律宾前面 垫底 在整个亚洲垫底 连 香港、台湾、韩国这些不要谈,日本就不要谈 垫在最底 尽管中国的企业 他有很高的市值 他盈利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企业治理水平很高 不是的 他的企业治理水平很差 非常的差 加班文化其实呢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企业合规文化的 缺失 一个企业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你首先要想 我必须合法经营 如果一个企业连合法经营的这个能力都做不到 这个企业基本上是 失败的,这是个失败的案例 在中国这么多的企业都有这种违法行为,说明什么 说明企业治理能力很低 是不是不加班 这个企业的这个 成本就会上升呢?不是的 其实不是这样 这还是管理能力的问题 企业的治理能力问题 所以用这个来解释这些企业,用效率 用这个成本来解释他们的理由呢,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管理者 我们公司不加班 好,我们今天第1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讲第2个主题 第2个主题讲讲这个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央财经委8月17号 开了第10次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里面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共同富裕 那么这个共同富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那么 当然讨论的最多的是跟两件事情有关 第1个跟杀富济贫有关 第2个跟习近平的连任有关 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跟什么有关,跟这个习近平的其中一个幕僚 叫韩文秀 韩文秀呢他是中央财经 财经委 中央财经委下面有一个中央财经委 办公室 那么办公室他是个副主任,常务副主任 他是习近平财经领域的一个文档 就是帮他写稿子的 基本上跟财经有关的 讲话都是他在帮他起草稿件 那么办公室主任是谁 办公室主任是刘鹤 他是常务副主任,那么他是刘鹤的 副手 所以他是习近平这个 所谓共同富裕 的一个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他是一个始作俑者 那么今天的中宣部呢在8月26号 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发布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行动价值 这是价值观输出 中共的价值观输出 开个记者会 开个记者会呢就中宣部副部长 王晓辉 这是个常务副部长 主管日常工作 而且他还要 要注明主管日常工作 现在中共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然后中纪委 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宣传部长王建新 中组部 那么这个部委员叫齐嘉宾 统战部副部长许又生 然后中央裁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 然后是中外办主任刘建超,刘建超原来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副院长 财方国 在这里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韩文秀 韩文秀呢他是河北57岁 北大毕业 80年的北大生 80年北大经济系 然后呢北大毕业之后呢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 他们北大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工作 干了六年 去读研究生 读北大的研究生 北大研究生毕业的那年正好是8964 8964他居然去了,毕业以后去了国家纪委 8964我印象中那年分配基本上是很烂的,都是直接扔的地方去的 各个大学,虽然那个时候大学生还很金贵 都是 国家机关不让进 韩文秀还能进这个国家纪委 说明要么他在 六四当中立场坚定,我党信任 要么呢就背后有人 保他 然后就一直到了,但是他其实就 就一直在国家纪委,然后是中央财经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他就在这个部门工作 一直干到现在,2005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就一直干到现在 干到副主任 办公室的副主任 中央财办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中共中央管理经济的一个直属管理机构 那么中央财办呢每年做一个很重要的,搞一次很重要的活动 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财办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 主办机构 也是每年最重要的 任务 那么习近平的讲话 都是由裁办出的 也就是韩文秀 韩文秀的手 手笔 所以呢在这个记者会上的上来就问 就央视记者就问 问这个 韩文秀说这个怎么说,共同富裕怎么说 韩文秀 讲了几点,讲了五点 一个什么叫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就是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听见没有 这关联了吧 在这个基础上要继续把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情办好 这就是共同富裕的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要 提高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缩小分配差距 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然后是 这是第1,第2,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 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然后就是,当然就翻过来,守住尾巴 就是仍然会有差距 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然后怎么实现 不是沙夫极平 他在这里面讲,不是沙夫极平 通常他一说不是沙夫极平的,那你就得 这个有钱人就得高而颤 然后第4 第3次分配,因为在 因为在这个共同富裕里面,他讲了个第3次分配的概念 第3次分配,从以前没有这个概念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 第3次分配,他讲的是志愿基础上 不是强制的 这一说这个话呢 所有人都想起什么 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那个时候上海 在上海 你要么呢就从楼上跳下去 要么呢就自动 把你的 工厂献出来 你不献出来呢就批斗你 所以所有的资本家 都自动的愿意和 政府公私合营 所以他说的自愿的不是强制的 大家都想起了公私合营 中共很善于让大家 自愿的把自己的钱交出来,就像当年地主也是自愿的把土地交出来 基本上就讲了一堆这样的话 然后呢塔斯社的记者就问 说这个最近大家高度关注 中国政府的反垄断措施啊 比如说对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规范整治啊 这是有人认为这是对民营企业的管控收紧 你怎么看,你怎么说 韩文秀这么说,他说 中国现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大型企业越来越多 有可能出现垄断现象 所以 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中国政府一项 重要的常态化工作 想起来 听懂了没有 就是 经济规模扩大 就会出现垄断现象 这是他 这是他们的认知 这是第1个,第2个 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 防止垄断和资本无需扩张是一个 世界性难题 这就是开始耍花头了 开始耍花头了 各国都在探索解决之道,这就是开始 耍花头,你说世界 中共一 一谈到世界性的难题,意思就是 我在干的事情其实别人也干过,虽然这是个坏事 但是其实你们都干过这些坏事 所以这是世界性的难题 然后他说规范和发展要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 一方面要给资本设置红绿灯 另外一方面平台经济 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发挥好在优化资源配置 的作用 这是什么 这是屁话 这是骗你的 然后他就这么说,他说 网络平台当中 网络平台企业当中 既有国有企业 也有民营企业 也有外资企业,还有很多混合性的企业 整治规范互联网企业的政策 是一视同仁的 针对的是违法违规行为 绝不针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这一点十分明确 这是什么话 这就是混账话 为什么 网络平台企业,有国营企业吗,说一个我听听 有国营企业吗,有啊 有国营企业吗 有吗 所以呢 网络平台企业全部都是民营企业,要么就是外资企业 没有国营企业 所谓的一视同仁,这是骗人的,这就是 开始胡扯了 共产党睁着眼睛说瞎话,基本上 就是你看他讲话完全是以需要 辩解为前提 民营企业和民业企业家是自己人,对自己人既要厚爱 也要严管 为的是更好的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事健康成长 这个话呢 就是 我相信 听到这些话,像马云听的这话 马化腾听的这话 叫什么 美团老板听的话 那是不一样 他把你当自己人吗 中共什么时候把 资本家当作自己人,这不见鬼了吗真是 你从这个话你可以听出来,韩文秀是一个 非常没有底线的人 那么基本上大体上是这样 我们评价一下 第1个 共同富裕,你通过韩文秀的这个讲话 你可以,我们可以看着 听到第1 共同富裕是个政治口号 你看 韩文秀的解释 第1个 共同富裕是个政治口号 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习近平的连任 为什么 因为他跟小康社会 他跟小康社会是连接的 我实现小康 然后小康嘛 就是解决温饱问题 然后大家手里有点 小钱 日子过得还不错,挺滋润 但是还不算富裕 共同富裕呢,就比这个更进一步 这就是一个 有连接的政治使命 再见,这个今天这个记者会 中共的政治使命 这就是中共的政治使命 那你想一下 习近平如果不是想连任,他不可能为下一任的 这个总书记制定政治使命,政治任务,政治愿景吧 对吧,你下一任正,如果你不是为了连任的话 你制定一个这样的 政治目标干什么 你制定一个这样的政治目标,当然就是告诉大家 你看 我给大家一个这么好的政治愿景 你们还不支持我连任吗,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 那么这是第1个 第2个 拉拢底层 刺激底层 寻求社会底层的支持 是共同富裕的核心 观念 共同富裕其实讲到底 不是抓中产 是抓底层 因为底层对底层来说 共同富裕才有吸引力 对中产对高层 共同富裕没有吸引力 你想一下,我已经是中产阶级了 共什么富裕啊,我最好是我保持优势,你们大家都在下头 我这个中产我才觉得有 有优越感 你让我共同富裕对我来说有什么好 只有生活在底层的人,我变成中产 好啊 所以 共同富裕的诉求目标是社会底层 这还是什么 还是民粹主义 玩民粹主义这条路 就是 就是让社会底层 来支持他 为什么 人数众多 第3 打土豪 所谓的劫富济贫 就是共同富裕的 主要手段 叫什么 就是延续现在的这个 灭霸响指 主要的执政思维 就是 打土豪 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打土豪 打土豪继续发生 在各个行业不断的在发生 昨天又来一个 民办教育要灭掉 你想 有20%灭到5% 灭掉是什么 就留一两家做 做样板呗 好大体上这个 这个韩文秀 在这个解读我们大概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那么鸣谢 谢谢 周子敬谢谢 观点 996违反的是生物学法则 一个生命体是需要自我休息修复的时间 否则会造成自身生命特征的混乱甚至崩溃 996这种剥夺个体的休息不仅仅是压仗 在一定程度上无异于谋杀 996老实讲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没有管理常识 没有管理常识的一个 行为 为什么 工作绩效有两件事情 构成 一个是工作时长 一个是工作效率 工作时长乘以工作效率等于工作绩效 工作效率很重要 工作效率跟什么有关 如果你是个白领 其实 不管什么工作 工作效率非常重要 因为你工作时长 你是弹性的 但是你工作效率弹性更大 这两个不同的系数 一个人休息好 精神状态好 注意力集中 然后他有基本的工作能力 或者有很高超的工作能力 这都是 工作效率的各个因素 但是 一个 没有通宵睡觉的人 他工作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特别是你要执行一个 能动性很高要求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一个 没有休息好的人 甚至是昨晚通宵的人 他是不可能有工作效率的 你就算再把时间拉得再长 工作效率一个是1 一个是0.1 你想想是什么概念 所以你从管理的角度来说 你不说员工的权益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 所有的企业都应该首先保证员工的休息 保证了他的员工休息 你才能保证员工的工作状态 他才有工作效率 乘以工作时间 才有工作绩效 否则的话其实没有意义 你想一下头天晚上 加班加到晚上11点 今天早上起来 有的人上班 你要是在上班 路上还得花点时间 你想想看 他睡几个小时 而且累得要死 第二天上午的时间基本上都在 上午是扔掉 任何一个员工 头天晚上加了班 第二天上午的时间是扔掉 他不可能有任何的 工作成果 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有什么区别 因为脑子想一下 所以你去看一下 阿里也好 华为也好 你去看一下 到晚上去看一下那边 有人在工作吗 所以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其实 还是那句话 这是管理的失败 观点 996的实行 对家庭健康发展不利 时间和精力给了工作 孩子少了父母的陪伴 配偶少了交流 很多家庭成了假性丧偶式婚姻 对社会发展也不利 你想一下 一个 一个有 一个有工作热情 一个有工作状态 一个有工作投入感的人 他一定是 家庭幸福 生活状态很健康 然后最后 他有对公司高度认同的人 这种人坐到办公室前 他的时间才有价值 如果缺 中间任何一个 那个价值就 大打折扣 打很大的折扣 三折两折 所以 用时间来换成果 是非常愚蠢的 是管理学上的失败 情况 在闽南打工10年有余 那边的中小企业一直就是早8点到晚9点 两周休息一天 听前同事讲 截止现在一直这样 没订单除外 情况 游戏开发行业就是人家 没要求你加班 但是给你超负荷的工作量 玩不成是你自己的问题 即便按时完成 但是需要 无限期的修改 也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说加班不加班 情况 我是大学医生 大学医院的医生 那时候没说996这一说法 从1984年开始 我每天超过 超过8小时工作 每周六查房是家常便饭 没有加班费 工作到2006年一直是这样 大家都认为是职业要求 根本没有按照时间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孩子 医生的工作时间是非常长 医生其实是付出很大的 情况 我家妹夫在华为十几年 天天加班到晚上10点到11点回家 忙起来就住办公室 周末大家都习惯 他就是要上班 外派的时候就更过分 我妹妹表示 也挺好 除了赚钱 她根本没有时间花钱 你妹妹真的是 我差一点说出来了 这哪是夫妻呀 情况 限制加班时间 对于既建制工厂一线工人来说 会减少收入 现在很多民企一线都是拿最低基本工资 然后靠加班费 才能拿到5000左右 一个工厂 特别是外贸厂 如果这个工厂不加班 基本上这个工厂留不住工人 就是一个这个概念 如果你这个工厂是不加班的 你是留不住工人 为什么 因为 不加班 工人工资可能就是很低 一两千块钱 那你怎么留不住人 情况 中国国企加班也很厉害 官僚作风严重 民企尤其是大民企 也是深受影响 而且成功民企大多数是因为和政府腐败有关 而不是因为最新 最创新或者效率高 时至今日 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民企也是半个国企的作风 非常对 你去现在去看一下 现在的民企 那这个部门之间这种衙门 再一个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社会 普通员工或者 现代管理根本会被忽略掉 非常对 非常对 就是说中国的企业 中国企业其实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 中国的企业发展壮大 不是因为它的效率高 而是因为 它 跟政府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发展起来靠的是什么 阿里巴巴发展起来靠的是支付宝 如果淘宝 如果没有支付宝 阿里巴巴发展不起来 因为它要撮合双方交易 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 我讲的没有信用 不是讲 这个人之间没有信用 是没有信用记录的社会 没有信用记录的社会 你没办法进行交易 因为我不相信你也不相信我 那怎么能完成这个交易 我先给钱还是你先给货 那 淘宝也好 阿里也好 他发明了一个 其实不是他发明 PayPal才发明 他就搞了支付宝 搞了支付宝抄的是谁 抄的是PayPal 就是第三方支付 就是你把钱全部放到我这里 你完成交易 你把钱发给他 把货发给他 你收到货 我把钱给你 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交易模式 这个交易模式 阿里没有发明支付 支付宝不是阿里发明 是PayPal发明 PayPal发明的 就是马斯克发明 马斯克是卖到了PayPal 去搞到了特斯拉 所以其实中国 中国没有 没有什么发明 都是抄别人 然后就是他就搞了一个支付宝 支付宝 才保障了 阿里巴巴 和淘宝的发展 没有这个东西 就没有淘宝 也没有阿里巴巴 但是 他凭什么搞这个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有人让他搞 政府让他搞 他才能成 政府不让他搞 他能成吗 当然不能成 这就是很简单 在中国的利益 在中国的企业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 政府给你的授权 所以 政府最大的在中国 在整个的商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政府的所有的 功能是什么 就是他允许你做这件 之前不允许的事情 所有发展起来的企业 都是因为其他人都不允许 只有他被允许 他就发展起来 就这个道理 为什么阿里巴巴有今天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不允许搞支付宝 只有他可以 他才发展起来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的话 阿里巴巴能有今天吗 就他那个效率 情况 同事COVID-19承办公务员 每月加班超过200小时 工 部门体系要是灌起来 民间企业是妄成 工营部门 工营体系要是灌起来 民营企业是妄成莫及 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情况 劳动法对加班公司的规定从来都是摆设的 不光是民企 国企 央企 也很少执行 没有执行 根本没有执行 中国就是这样 他把法律的标准定得很高 没法执行 没法执行怎么办 大家都不执行 不执行意味着什么 你在违反 所有人都在违法 既然你们所有人都在违法 找我送钱吧 不给钱的我就执法 去抓你 就是这样 18年起 中央各部委要求下属企业 企业单位 在节假日 两会等重要时间 安排专人 24小时在单位值班 我单位本想按劳动法规定发双倍 三倍工资 但部里没有班次 只能发300元补贴 要求我们不能超过他们的标准 情况 我朋友的孩子30岁 在北京的产业园工作 有父母给的70平方米的二手房 不敢找女朋友 这孩子说自己上班累得要死 从没见过天亮 从没见过亮天 又穷 又没有资本找资本 曹女友 观点 很赞成王先生说的 中国的企业管理水平真的很烂 很多复杂的人事关系 很多是家族企业毫无制度和法治可言 不过也不难理解 因为国内体制就是这样 人治而非法治 而很讽刺的是 富起来的官二代和富二代都 都向往法治的加拿大 美国等欧美国家 送孩子出去留学 甚至是国籍都在欧美 所以 最根本来说是什么 最根本来说 你在中国跑出来的企业 不是因为他优秀 不是因为他效率高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获得了做某种生意的权利 他就跑出来了 其他人不能干 就他能干 那你就跑不好出来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中国的企业 所以你看阿里巴巴市值那么大 他有没有往外发展 没有嘛 那么这个腾讯市值那么高 他有没有往外发展 没有嘛 那都是自然延伸出去的 那么唯一往外发展的是谁 华为 华为当然他肩负着特殊使命 这种肩负特殊使命他就必须跑出去 他不跑出去谁给他能 给他这些权利跟资源 就是 所以华为这种特殊使命 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美国要打击他 观点 税率高 逼企业 逼员工 那不是理由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和知识产权 人权问题 整个社会氛围有关系 中国企业哪一个不是靠copy产品 偷人家知识产权发展 公司之间的竞争都是通过低价 快速弄一个垃圾出来骗人 没有几个踏踏实实搞产品 自己辛辛苦苦搞一个东西出来 还没上市几天 就被人偷走了 那么辛苦干什么 所以国内企业 生存的原则就是快准狠 挣快钱 就是这样 非常对 华为原来抄别人 Sysco的这些 这些产品 说明书Sysco的名字都没改掉 情况 89年毕业时 全国有五所高校 北清郊等 分配改革 试行双向选择 毕业生在三月份都确定了单位 估计是朝内有人 同时没有过分参加运动 相比后面的几集 89分配影响不大 情况 我非常赞同王老师对996的看法 我是游戏美术工作者 国内的游戏厂商宁可花大价钱 发外包也不愿意多招人 让人非常无语 而且项目组内的工作量巨大 与发出去的外包转换严重不一致 认识几个朋友都吐槽 自己随便接点外包赚的钱比上班多 而且上班巨类 情况 我遇到的上班的情况 上午9点到班 磨蹭到10点才人在棋 早到的人不是耍手机 就是耍网页 10点开始预热自己的工作状态 转眼就到11点 错峰吃饭 午休到下午2点 一天真正进入工作状态 基本上是下午3点 有点质量的状态干到5点 准备吃晚饭 差不多7点开始加班 到9点下班 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 其实他们的管理效率真的是很烂 所以加班是没有必要的 就是你9点钟上班 你好好的把这时间利用好 他加到9点半 9点钟下班 他工作时间 真正有质量的工作 不会超过6个小时 这是我对 所有的这些大厂 的判断 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大厂 一个员工的有质量的工作时间 不会超过6个小时 大量的 排马屁呀 搞关系呀这些 做无用的这种 办公室政治 一堆这种事情 一个员工有6个小时的有质量的工作 很厉害了 所以你想想看 工资又高 又要最优秀的人 然后一堆的 衙门化 现在中国这些大厂都是衙门化 都是衙门化 所以其实他们 以我来看 财得三分之二吧 财得三分之二吧 把工作效率提起来 全部都不用加班 财得三分之二的人 还有富裕 他们就是这样的管理水平 加什么班 根本不需要加班 中国那些事情 中国那些企业的工作 我很清楚 观点 中国政府给全社会 创造一种 每个人都在违法 边缘的 现状 给企业创造出完全守法 就无法盈利的现状 迫使企业在违法的边缘 经验 以达到随时行使权利 掌控企业 他不是 他并不是说守法就无法盈利 这不完全是这样 他是让你没办法运作 核心的问题是你没办法跨过去 你比如说像996 996为什么会有996 其实老实讲 996的原因是 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道理 中国的企业创业 创业的人 当企业发展到 别说 别说这个几万人 就是当这个企业发展到500人的时候 原来的创业者就应该离开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管理能力 其实中国语言 你就比如说像马云 像马云 像刘强东这种 这种土豪 他们没有管理 他们没有管理什么千人的企业 根本管不好 没办法管 你想 马云用的是什么 马云用的是江湖管理 江湖模式来管理他的企业 怎么管理得好 那不是现代企业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用江湖规则制定的一个 一个作法 所以其实中国的问题并不是 就是因为 他没有真的去外面请一个有管理一个千人万人企业的这样的 管理者 专业管理人员 去坐在这个岗位上 最大问题就是老板 老板自己 所以为什么这个企业管理效率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不专业 不专业是 所有一切的征兆 就是这个创业者 还坐在那个位置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实际上 中国政府他的 他的 跟这个我觉得是关联不太大 中国政府制定的规则是什么 就是你绕不过去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对这个驾驶员的要求 你每三个小时要休息一次 他制定一个这样的规则 对驾驶员好啊 那运输企业哪受不了 然后他就用一堆的设备来 规范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 那就睁着眼闭着眼不理他 甚至把他关掉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情况 很多年在深圳上班的时候 如果公司需要你加班 会让你填写一个 加班申请表 意思就是加班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是你自己申请的 观点 如果目前如果高薪 就能改变命运的996 高回报的996 问题不大 现在大家的意见不是这个 而是 这种 企业除了腾讯阿里这种互联网 能给出改变命运的高薪 刚够温饱的小企业也学996 没有加班工资 问题在这 你看 这就是典型的 对问题的 错判 996的问题是什么 996的问题 不管什么样的薪水都不能996 理解吗 就是 你有996 你有高薪 996你都没命用 刚才的网友都说过 996 什么概念 996就是 给你多少钱都没有用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花 最后就过劳死 所以这个网友的观念 他就没理解 996的本质是什么 996的本质就是 对员工的压榨 对员工的压榨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是生命的问题 理解吗 你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我没有拿到加班工资的问题 是我的家庭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的问题 我的生命的价值的问题 观点 如果996非法 那么工厂被迫寄建工 自愿加班也非法 同理 政府降低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也非法 当然 如果把这个 他不会跑到工厂去执法 他只会在互联网企业执法 因为这个目标是针对互联网企业 理解吗 中国从来没有把法律 实行到社会的每一个层级 观点 加班工资本身就是存在悖论 背着抱着一边陈 就算企业严格执行 但在做绩效考核的时候会从 人工成本中扣除 导致部门总成本增加 考核后实际可分配提成 绩效奖金减少 员工如果过于要求还会给领导造成负面影响 进一步影响实际分配金额 降低实际总收入 因此普遍接受加班零工资 观点 在硬性的时间约束下 真的不许加班 确实会促进 管理水平的提升 但是没有外部约束 行业工作时间平衡点肯定会无限延长 超长时间工作引发的负面效应 其实大部分被社会吸收了 本质是企业向社会转移的管理成本 最后让全体社会处于一种苦闷的 低消费状态 情况 我很多女性朋友生活在深圳 她们都想受过高等教育 婚后辞工回家回归家庭 照顾孩子和先生的日常 但先生大部分时间在 在公司上班 早出晚归 辅导孩子功课 接送孩子 上学放学都落在女主人社里 压力不比上班少 她们不知不觉地过成了假性丧偶式的婚姻 人到中年很多没了自我时间 没办法追求自己的梦想 都后悔结婚生子 这样子 情况 在国内知名电商平台 整体公司 人浮于世 工作都是对付事 部门之间斗争严重 好好干活的人没机会 拍马屁的人机会多多 晚上加班都是混时间 基本上是吃饭聊天刷抖音 真是这样 当然也有干活的 也有干活的 但是 加班嘛 加班的效率都是很低的 情况 在国企做过科研 在私企做过科研 在外企做过科研 如果让我选择 外企真的合适工作和生活 国企的管理就看你加班时间 有一次评选先进员工 我用极少的时间完成了多个项目 最后被告知 你花这项目的时间太少 去了外企感觉到工作时间和对人的尊重 首先你是个人 你才是公司项目攻坚的人员 OK 观点 中国最大的癌症其实还是房地产 高昂的居住成本使得民众必须拼命工作 被工作绑架才能满足房贷 不然很多人掏空6个钱包也反攻防 这不是几条拍脑袋决策的政策改变的 当然了 中共卖地搞房产为了充盈财政 为保衙门和朝廷 所以这个癌症无解 一秒钟就可以解决 增加土地供应啊 中国土地供应是无限的 是有解的 只不过呢 现在房地产都到了这个情况 就解不了了 这个情况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增加土地供应 房地产一崩 这个事就大了 这不是吃饱衙门的问题 是整个社会就会崩溃的 吃饱衙门这件事情 衙门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吃饱 现在 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大部分的地方政府 我更新一下大家的认知 大部分的地方政府 我讲的主要是城市 城市的卖地成本已经基本上超过了它的卖地收入 什么意思 就是它征地 需要给钱 赔偿 然后七通一瓶 改造 链接等等 把它弄完之后 把它卖掉 它得到的钱 没有它的成本高 所以基本上各个城市现在 现在的这个卖地 卖地 土地财政已经是 已经是停止了 没有意义了 对它来说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所以 地方政府已经不靠卖地 来维持它的运作 或者是卖地已经没办法维持它的运作 当然 如果再不卖 都砸它手里 那更惨 所以这个问题 地方政府要寻求其他的裁员 其中有一个是 房产税 是下一个地方政府的裁员 但是在这个阶段 地方税是出不来的 就算地方政府 眼巴巴的看着 也出不来 为什么 房产税一出来 一不小心房产就崩了 房产市场崩了 那中国就崩了 观点 共同富裕根本不是杀富济贫 是因为国家财政本身 从月收入3000的人民身上盘剥 不可能给穷人发钱 国家从土地财政吸不到足够的血 改为吸企业的血 观点 共同富裕其实是富商跌倒 官家吃饱 百姓被听好的口号糊弄 照旧买不起房 接不起婚 生不起孩子 观点 毛泽东就是用底层的人打倒刘少奇 因为刘少奇属于苏联派 毛是土皇帝 七千人大会后 毛退居二线 用庞大的底层人去破坏这个体系 让红卫兵来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 而现在的习也是用毛的这个方法来打击改革派 切断中美关系 其实中国离真正的文革越来越近 中共没有改革派 就是当权派 习近平他自己是当权派 提问 毛当年越境失败后也是通过拉拢社会底层 发动文革 势动打击政治对手 重新掌权 请问王老师 这是否是一种维持权力的帝王术 目前社会底层是否有这样被利用的可能 不用啊 他只要支持就行了 他不一定 现在习没有权力危机 习坐在这个位置上 当然他被挑战 这毫无疑问 中共坐在那位置上的人一直被挑战 那现在的问题是 挑战的程度怎么样 会不会被挑下来 那习考虑的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至于说发动社会底层能不能冲到冲南海去帮助他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因为中共已经知道这种可能性 如果 挑动这个社会底层冲到冲南海去这件事情 可能连他自己也翻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 对照 历史会重演 但是不会重复 我觉得 中共他很善于 随机应变 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 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 观点 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观点 这是一个政治动作 目的还是为了连任 我也反对这样一刀切的对待教培 但是教培行业的贪量无底 贩卖焦虑 还是让我觉得应该收缩这个行业 王老师可能无法体会到墙内家长的无奈和痛苦 教培行业应该打击 但是我反对这种非黑即白的粗暴打击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这几十年一直成功的原因 就是当他没打击的5%的时候 另外95%都觉得这人该死 这就是中共一直他的政策一直通行 通行的原因 因为每个人都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就是这个网友的 非常典型的思维 教培行业贪婪吗 教培行业当然贪婪 你贪婪吗 你也贪婪 每个人都贪婪 没有人不贪婪 对吗 这是人性 好事懒做是人性 那这个人因为贪婪就被打击了 你觉得应该吗 当然不应该 每个人都贪婪 中共不贪婪 中共更贪婪 你怎么说中共 当然你没办法说 因为他当权 所以我们总是去 苛刻的要求那些 要求那些什么 要求那些被打击的人 或者被害的人 你必须是完美的 我才支持你 你要是不完美的话 那你就是活该 所以中共这几十年一直成功的原因 就这个网友的看法 完美的展示了这个背后的原因 就是这样 没有人应该打击 你做生意一定是这样 贩卖焦虑成功 那就贩卖焦虑 你想一下哪个行业不贩卖焦虑 房地产不贩卖焦虑吗 也贩卖焦虑 这个叫什么 丈母娘 让你去买房 这不是焦虑是什么 所有的销售 最有效的就是贩卖焦虑 你看看 各个行业都在贩卖焦虑 不仅仅是教配行业 所以这个教配行业让我多掏钱 所以他该死 这是共产党一直在 在做这个工作 明白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下 我们在面对一些场景 我们在面对一些 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客观 我们的常识是什么 只要他合法经营 他就不应该被打击 他赠兆齐全 资质齐全 他在按照 如果 他有违法行为 政府应该去执法 比如说违反广告法 那他就应该去执法 市场监督 管理局就应该去针对 违反广告法的部分 去告他 法院就应该判他 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行为 这个社会才正常 情绪 看到共同富裕 我就想到了共同贫困 是时代的公私合营 人民公社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